民众来到嘉义水上这间店面 买了一大箱冷冻牛肉 听到店家被指控卖过情肉品 民众感到很意外 民众拿出刚买的安格斯黑牛牛小排 制造日期7月初 有效期限是明年6月 看起来没问题 但店家不只有门市 还在网路直播卖和牛 就民众在6月13日直播 买了1.1公斤的和牛纽约客部位 结果收到货时变成和牛纱纵部位 一看转动日期4月13号 他指控店家卖过期牛肉 而屏东也有人受害 搬来一箱货直奔卫生局 因为这块肉疑似也是过期肉品 那加工日是2024年2月13号 有效期是标2024年7月11 150天的效期 但是我们查高期原厂的话 他只有一百天的效期而已 直播画面中可以看到 有效期限到今年7月11号 但顾客收货时 上头写的期限又到明年2月 不只如此 按照肉品编号上网查 屠宰日期是去年7月底 若按照省位期限100天来算 有效日期直到去年11月初 若查证属实 这和牛不就是过期大半年 现场已无该批产品 依追作追踪文件查核 查获预有效日期产品 依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采除6万元 被控卖过期牛肉店家这样说 卫生局从日本进货资料发现 店家进货27.3公斤 收入日期是3月6号 有效期限是6月12号 也就是说民众13号买的直播肉品 已经过期一天了 这一批已全部售出 多少人买到过期牛肉 要追查 当时新闻吴兴美 再加一报的